美國總統拜登終於晚間出席日本政府安排的晚宴 聽到記者尖銳提問 表情很尷尬 拜登在美日峰會記者會上再度說出大陸武力犯台 美國會出兵保衛台灣 其實這已經是他上任後第三次 這樣說 去年10月拜登接受CNN專訪 脫口而出美國會保衛台灣 結果不到一個月後 拜登和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結束視訊會議後 被問到台灣更脫口而出 他是獨立的 我們支持台灣法律 那就是它是獨立的 它會做自己的決定 不到一年時間 拜登三度用台灣議題刺激北京 而且對象從單一媒體到白宮記者 這次更是全球主流媒體都在場 拜登一絲又口誤 這次還勞駕美國國防部長親自滅火 只是CNN記者卻認為無三不成理 拜登先開口再讓幕僚善後似乎在暗示些什麼 華府智庫專家認為拜登是向台灣人喊話 只是美國人更關心的 或許是國內經濟 拜登一邊護台 一邊卻說要降大陸產品關稅 這也刺激道重指數大漲618點 讓美國投資人笑得合不龍嘴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